去年受到疫情影响而未能举行的高雄爱河龙舟赛 今年在疫情和缓之下高雄市政府决定举办 将于6月12日到14日在高雄爱河举行 除了传统龙舟、竞技龙舟、龙舟拔河等赛事外 开幕时还邀请指风车剧团演出 而教育局校安市也有环保智力造伐及定向越野的比赛 河西路还有文创市及街头艺人的表演 要打造全台最有看头、最有趣的亲子同乐的端午龙舟嘉年华会 今天上午在运动发展局一楼大厅举行的报名记者会 运发局主任秘书郑明星也强调 高雄市政府在推动龙舟运动的用心 他说 在去年一整年整个疫情的关系大型的这些比赛几乎都终止了 那今年的时候 那我们整个高雄的爱河龙舟赛 这个已经是一个传统的相关赛事里面 我们各有龙舟赛的一个故乡 我们今天是版四顶龙舟赛 包括我们在前两个礼拜 已经在我们的廉池坛办一个港督北龙舟赛 包括我们历史发展的这些相关的比赛里面 已经去过了 那包括我们的爱河的龙舟赛 预定在6月12日到14日 在我们的爱河 同步里面在我们的人力院 赛里面那边也是一样在办理我们的传统龙舟赛 各一顶 在今年的11月 我们还有城市碑的这些龙舟赛 你要帮忙玩戏里面这些大型的龙舟赛 所以说我是说高雄市 这是我们龙舟赛的一个故乡 此外今年的龙舟赛还不同于往年 开幕式中将邀请指风车剧团演出 郑明星说透过指风车的魅力把人潮拉到爱河边 感受爱河端午龙舟赛热闹的氛围 也将青少年喜爱的文创市集设计在河西路 希望打造一文封的端午嘉年华会 今天的记者会由运动发展局主任秘书郑明星主持 体育总会理事长许文中 龙舟委员会主任委员林明道 高雄市议员陈立真 指风车剧团团长任建成等人也出席活动 邀请全国公司行号民众主队来报名参加 市议员陈立真也邀请市民朋友们 从6月12日到14日一起到爱河来北龙舟 请大家6月12、13、14、3天来爱河观赏 我们一年一次的端午龙舟赛 今年高雄爱河端午龙舟赛提供总奖金60万元 采取免费报名的方式 至即日起到5月14日纸网络报名 相关资讯可以上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 或者是高雄市体育总会龙舟委员会网站查询 让新闻记者陈文平高雄报道